哈哈哈哈 小龙玩具 世界上存在着勤劳精灵和懒惰精灵 只知道玩什么事都不做的懒惰精灵 你问我是谁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懒惰精灵啊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一样懒惰 什么都不想做 哎呦 还有热爱劳动 心地善良的起脑精灵 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其实他们常常在我们身边 哎呀我最近好忙好忙 忙到连是懒叫的时间都没有了 让我来看看哪里有懒惰的小朋友 哦 哦 发现不妙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呀 玩游戏的小朋友 变得更懒惰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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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大白天的 在家睡懒觉啊 而且家里这么乱 玩玩 快起来打扫啦 快快快快 快起来打扫卫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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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然就从洗碗开始吧 嘿嘿嘿嘿 怎么回事 感觉活生充满了力量 哗哗哗哗哗 突然好像 劳动劳动呀 那就从洗碗开始吧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啊 那还是以后再洗吧 怎么不出水了呀 那现在来收拾玩具吧 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感觉合身充满了力量 突然又好想劳动了 怎么感觉还有这么多玩具没有整理呀 反正明天还是要玩的 不然就这样吧 都是因为懒惰欺凌老是在捣乱 你才没有收拾好 没关系让我来帮助你 加油加油加油 又来了 感觉合身又充满了力量 全部都完成了 怎么办 感觉还有很多力气呢 想一想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接下来把钢琴擦干净吧 热爱老子的文物真的是太棒了 热爱老子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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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懒剁妖精 你喜欢黑色啊 好啊 那我就送你一个黑色的礼物 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啊 这么干净的地方不适合我 我的头发 怎么变成黑色猫皮面了 一定是这个小朋友太勤劳了 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你是谁啊 我 我是劳动精灵啊 我问你今天一天的心情劳动 我都看在眼里了 劳动的这一天 你感觉怎么样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过呀 看到家里干干净净的 我也明白了 劳动的意义 以后也会劳必坚持到 只要你每天保持勤劳 懒惰精灵就不会来到你身边了 而且我们还要尊重 所有的劳动人民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五一劳动节吗 不知道 劳动节啊 是为了纪念 劳动人民对社会的付出 以及他们勇敢地争取权益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要去告诉其他小朋友 关于劳动节的意义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